- 開始了嗎?開始了 - 好,哈囉,大家好,我們是三姐妹 - 我是Catie - 我是Kelly - 我是Rachel - 我是小妹 - 我是二妹 - 我是大姐 - 我們今天來回答大家問我們的QMA - 大家對我們都好像很好奇 - 比如說我們是做什麼的啊 - 我們平常的休閒娛樂啊 - 我們的姐妹 - 我們差很多歲啊 - 對,感情怎麼好的啊 - 這樣子 - 好,那就來囉 - 來囉 - 大家好像很想聽大姐多講話 - 大姐多講一點話好不好 - 好 - 對,因為上次妳請她做妳的裡面先生 - 妳的太太說她話 - 沒有太多 - 好嘞 - 我們今天大家回答10到12題 - 好,OK,好 - 第一題 - 不管什麼事都會跟姐妹分享嗎 - 以前 - 是 - 就是 - 覺得不管妳大便大什麼顏色 - 是 - 絕對會 - 絕對會 - 就是我覺得 - 嗯 - 姐妹這個是 - 我 - 第一個會想到要講的人 - 從以前到現在 - 所以像很多人可能會跟自己的best friend - 分享 - 但我應該是 - 第一個就會跟姐妹講 - 嗯 - 妳也是嗎 - 我也是啊 - 但是因為 - 我有很多問題 - 有時候是小朋友的 - 嗯 - 所以在你們還沒有小朋友之前 - 我就會覺得 - 喔,平常你們也 - 不懂 - 不懂 - 不懂 - 對,所以現在就會覺得 - 喔,就是Rachel也有 - 我們又可以講到 - 我們有小朋友的東西 - 嗯 - 馬上就有了 - 馬上就有了 - 加油加油 - 好 - 所以我也是 - 我幾乎什麼都會跟他們講 - 講到他們很煩 - 第二題 - 請問姐妹間或者好朋友一起出去聚餐玩樂 - 通常費用是怎麼處理的 - 好像大家蠻好奇的一個點 - 大姐出 - 就我們三個的話 - 我們不帶錢包的 - 對,我都會負責錢包 - 對,我都會負責錢包 - 然後跟朋友的話 - 以前我是那種很愛情客的個性 - 所以現在我會忍著不要請 - 因為我會覺得大家出去玩 - 大家有時候想自己付 - 跟個性有關係 - 對,可是我覺得像我現在的朋友 - 基本上大家都會搶著負責 - 對 - 然後我們就輪流 - 就說好吧 - 就大家輪流 - 這一次你付 - 下一次就換誰付 - 對,對 - 如果四個人 - 就不會每一次都算 - 就是不會每一次都算 - 對,不會去算 - 但是會輪流付 - 對,對 - 所以可是有時候多到 - 比如說像他也說 - 要付 - 然後我就會說我來付 - 他就會說你上次請過了 - 可是我完全忘了我上次有沒有請過 -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也是他的說法 - 喔 - 就他說沒有,你上次請我吃那個人 - 我說沒有 - 我們真的很幸福耶 - 我們的朋友都要欺負我們吃東西 - 對,就一直請我們 - 然後他這樣講 - 可是我也忘記 - 我到底上次有沒有請 - 對 - 所以我就會說,喔好謝謝 - 這樣子 - 然後可能下一次他又搶著請 - 可是當然我也會 - 也有很多人問說男朋友 - 因為我也很記得 - 就是很多人問我們就是男朋友 - 就是你們交往就是誰付錢 - 這件事 - 覺得這件事好像很多人很想聊 - 對,也有很多人問 - 我會當然會覺得難受 - 可是我覺得不能這樣想 - 嗯 - 我覺得要看 - 就是譬如說像我剛開始 - 認識我老公的時候 - 前幾次 - 當然你那時候還沒有很認真的談戀愛 - 這當然是譬如說像吃飯 - 可能他付 - 然後我說那接下來的看電影 - 我來付 - 就這樣一餐一餐 - 就像跟朋友一樣 - 對 - 沒有分得太細到幾十塊幾十塊 - 但是譬如說咖啡換我請 - 這樣 - 譬如說看電影你付 - 然後吃飯我付 - 對 - 這樣就是輪流 - 當然還是浪漫的時候 - 譬如說我真的談戀愛了 - 或是他想要很認真開始交往 - 他如果要帶我去吃一個 - Fancy Romantic 的那種浪漫晚餐的話 - 可能那時候男生就會 - 想說我要來做一點special的 - 就會請客這樣子 - 對 - 然後他生日的時候 - 我也會再 - 就會special給他 - 互相 - 我覺得就是互相 - 我覺得有個人在意 - 就不要管說是誰比較多 - 誰比較少 - 我覺得有的人就先付 - 也不要管是男是女 -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 - 都會卡在一個觀念說 - 男生要付 - 像我剛剛那樣講 - 我不想要毀擾大家 - 是我覺得當然男生要付 - 是我覺得很幸福 - 可是如果今天 - 因為我昨天有看到一個 - 我有問我說 - 他跟他的另外一半 - 就是他想全付差距很大 - 就是他覺得怎麼辦 - 我覺得當然 - 如果你是女生 - 你比較有錢 - 你當然會有點壓力 - 可是我覺得不要這樣想 - 就男女之間 - 其實就是如果真的喜歡對方 - 就誰有錢 - 就誰先付一下 - 因為you never know - 搞不好明年就你大賺 - 然後我變很窮 - 就是互相救 - 這個概念 - 而且就如果今天負擔很大的話 - 我們就不要去跪的餐廳 - 就是小小的 - 花一小小的錢 - 也很有浪漫的事情 - 所以我覺得是看 - 像譬如說今天我特別想吃一個餐廳 - 是我自己的決定 - 那有可能我就會說 - 那我請你吃這樣 - 因為是我想去吃這樣 - 對 - 因為很多網友問我說 - 喔是不是都是Marco付 - 其實確實是 - 可是我不想要 - 讓大家感覺說 - 好像就是這是一定要的 - 因為今天如果有一天Marco她 - 工作不順利 - 我也會跳出來幫忙 - 就是我覺得這是很複香的東西 - 對 - 就是不要把它當成說 - 喔你不付我就不跟你在一起了 - 這樣子一個題目這樣子 - 是啊 - 就是心態的感覺 - Yes - 好第三題 - 每次看到姐夫 - 總是覺得她很靦腆 - 對 - 我老公很害羞 - 那她屬於悶消息 - 姐夫是個很幽默 - 又很聰明的人 - 喔 - 因為一直有人問說 - 大姐喜歡姐夫的什麼 - 很聰明 - 很聰明 - 還有Sense - 對 - 跟她在一起 - 你會覺得她好像什麼都懂 - 什麼都會 - 而且我覺得就是 - 呃 - 觀念很像 - 像我們喜歡的東西也很像 - 對 - 你們對人處事的方式也很像 - 對 - 像我們兩人都會喜歡吃一間餐廳 - 可是可能其他人都不喜歡 - 或是我們會喜歡看同樣的電影 - 但其他人可能覺得很難看 - 對 - 就是我的想法 -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- 喔是我的天堆 - 對 - 還好她都跟我很像 - 所以我們討論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- 對 - 當然還有不一樣的 - 哥哥是一個很愛家的男人 - 對 - 就是照顧小孩 - 姐姐也是 - 所以真的很合欸 - 對 - 對 - 但我覺得她比我厲害 - 就是她真的對小孩沒有耐心 - 我是能不能很沒有耐心的那種 - 你很有耐心啊 - 我總共常都覺得說 - 我對你們都比較有耐心 - 因為小孩是沒有耐心的 - 喔 - 所以她也比較辛苦 - 因為她就會覺得 - 她要做東西 - 媽媽還做 - 嗯 - 姐夫真的很好 - 姐夫真的陪伴我們三姐妹 - 我有看到一個問題 - 是問說 - 姐姐跟姐夫怎麼認識的 - 喔 - 真的很感動欸 - 喔 - 我們是 - 大學一年級認識的 - 在英國 - 在英國 - 那時候是去參加 - 十八歲 - 一個朋友 - 也是台灣的一個朋友的一個聚會 - 你記得是中秋節烤肉 - 然後在那個朋友家 - 然後是第一次看到她 - 然後我一直看到她 - 然後我真的覺得她就是 - 很像那種龍哲秀 - 我們的弟弟 - 只是兩型的 - 很像龍哲秀 - 對啊 紅寶寶派 - 你知道誰龍哲秀名嗎 - 我聽過 - 但是我可能 - 連連不到 - 應該就是Baby - 就是很Pretty Boy - 對 - 她比我小 - 後來就 - 慢慢就認識 - 她當我五歲 - 所以那時候 - 因為英國的教科書很貴 - 所以我就要跟她借教科書 - 喔 - 對啊 - 那妳為什麼不跟別人借 - 幹嘛跟她借 - 好用功喔 - 我很難 - 她剛好有啊 - 她應該覺得妳是一個學霸 - 就是 - 校科書都 - 校科書都一定要買 - 然後那時候很貴 - 然後妳是學霸 - 用功 - 又省錢 - 對 - 又節儉 - 又節儉 - 到宿舍 - 然後我剛好跟她講說 - 我要去買給鏡子 - 嗯 - 然後她就跟她朋友 - 搬一個連身鏡過來 - 哇 - 好灰喔 - 好可愛 - 妳在一起多久 - 妳在一起 - 從 - 十七八歲 - 二十年了 - 現在在妳兩年而已耶 - 大概妳們 - 追求的那個時間大概多長 - 大概就半年到一年了 - 半年到一年了 - 就跟她在一起 - 不好倒手嗎 - 對啊 - 就鏡子跟教科書 - 就把妳弄到手了 - 哈哈 - 姐姐很棒耶 - 姐姐是仙女來的耶 - 因為如果我有這樣的老婆 - 我會很信 - 然後妳們在一起的多久 - 在一起 - 就這幾兩年 - 她們十七八歲 - 她現在才二十歲啊 - 妳這問題怎麼會這樣混勒 - 二十四年而已嘛 - 好油條 - 好 - 那我覺得就順便 - 簽到一個問題 - 我覺得大家也滿像這個 - 就是 - 我們為什麼 - 我們都有出國讀書嘛 - 因為剛剛就提到英國 - 都有去國外讀書嘛 - 嗯 - 為什麼會想出去念書呢 - 謝謝喜歡妳 - 嗯 - 我是去日本 - 嗯 - 妳去哪裡 - 妳去哪裡 - 我是因為姐姐去了英國 - 所以我爸媽 - 所以我覺得我英國會比較適合讀書 - 可能是比較 - 心裡想的可能是比較保守的一個文化 - 就不會像美國這麼的 - 這麼的fun - 這樣子 - 所以她會希望我孩子讀書好一點 - 所以就 - 讓我去跟姐姐讀一樣的 - 英國的制度 - 這樣子 - 所以我去了英國 - 然後之後自己再 - 申請了美國的大學 - 所以我就去了美國 - 這樣子 - 這樣子 - 妳看哪啊 - 是哪啊 - 對啊 - 姐姐在... - 我們是去英國 - 嗯 - 對 - 然後那時候就一直想 - 要 - 覺得自己想要變成一個lady - 嗯 - 妳就不用變妳就是啊 - 妳就一直覺得說 - 去英國好像就是lady這樣 - 這樣 - 對 - 有 姐姐去英國真的氣質很好 - 真的 - 我是日本 - 跟什麼 - 跟嫁到南美洲 - 所以算是一種 - 不是 - 怎麼是出國都市 - 妳也好像除了去日本 - 妳還有去過哪裡啊 - 沒啦 - 我其實本來很想去紐約的 - 楊明三 - 楊明三的話剛已經笑了 - 對對對對 - 好 - 好 - 下一題 - 要知道我們的年紀嗎 - 好 - 年紀來這題快問快答 - 預備 - 妳先 - 好 - 我是10歲 - 我是2歲 - 妳18 - 她20啊 - 她到我8歲 - 她到我10歲 - 我是30 - 欸 - 三十沒有了耶 - 太高了喔 - 跟她假的 - 我以為我27 - 因為妳天天跟我在一起 - 對啊 - 我都覺得年紀不是很重要啦 - 所以是三六 - 三六 - 然後二二 - 二一 - 好 - 大家很好奇是大姐跟小妹在做什麼工作 - 我大學畢業之後就有跟我老公一起創業 - 就有代理一些品牌 - 嗯 - 然後 - 之前是以女性的 - 內衣 - 女性內衣 - 主要是小朋友的東西 - 我們都很喜歡日本品牌 - 所以我就代理那個東西 - 嗯 - 嗯 - Rachel - 然後我的話 - 我是從美國畢業之後 - 我其實就 - 比較困難是因為我老公在上海 - 所以我其實台灣上海兩邊 - 一直在VH一直都沒有一個固定 - 就是長期的工作 - 然後 - 之前會接一些文案 - 文案 - 對 - 那我一直都在想要籌備自己的品牌 - 然後 - 可是現在 - 剛好 - 有機緣可以跟我三姐妹一起創立品牌SIS - 所以就 - 特別的開心 - 特別的開心 - 特別的開心 - 像我現在每天早上起來 - 我都會特別打扮 - 然後去公司 - 可是因為我會發現 - 真的是自己做自己的品牌 - 有好多事情要做 - 對 - 現在沒有辦法想像 - 如果這個品牌是我自己一個人 - 對 - 很多很幸運 - 之前都是自己一個人 - 所以你們的家人我好開心 - 沒有 你還有Marco那時候幫忙 - 可是我早期還真的沒有人幫忙 - 真的是一個人 - 可是真的要講 - 其實姊姊那個年代創業是真的辛苦 - 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網路啊 - 對 - 我們其實算是 - 姊姊算最早最早創立的人 - 反正創業都很辛苦 - 可是我不得過工作要選擇自己好 - 自己喜歡的 - 因為像你喜歡的時候你就會想去 - 你想去的時候你工作就不會覺得 - 還是會累 - 可是會覺得 - 不會有壓力 - 不適合你 - 對 - 因為大家可能對工作這一塊都很好奇 - 我相信大家看我們工作好像就是 - 很好玩 - 確實很好玩 - 可是我覺得現在時代也在轉變 - 要去找到屬於適合你的 - 然後你工作起來也沒有壓力 - 因為工作有8個小時欸 - 是嗎 - 對啊 - 然後也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品牌 - 對啊 - 我們也是帶著歡樂 - 帶著愛滿滿的給你們 - 好這題我蠻想回答的 - 會有彼此嫉妒或是看不順眼的時期嗎 - 有 - 有 - 而且我們常有回頭聊一下這個東西 - 對 - 就是可能有某一段時期 - 所以我比較跟他不合 - 可能我就是在相處模式上 - 就會表現出那種反感 - 我先想到我們的時候 - 我都覺得好像很久以前 - 可是其實才兩年前欸 - 沒有兩年前 - 兩三年前 - 三年前就我結婚 - 三年前就我結婚 - 幾年前以前又看我不順眼了 - 小時候會啊 - 對不對應該很不順眼吧 - 又這麼討厭 - 因為你都很喜歡都穿我衣服啊 - 對 而且我還很愛說 - 然後你就算弄髒 - 穿人就算還弄髒 - 然後還有這個朋友 - 然後還不講 - 這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- 我覺得超好笑的 - 就是 - 那時候我其實很害怕 - 因為我說那種 - 我交不到朋友 - 所以我就很喜歡討好別人 - 然後我也搞不清楚 - 我到底是哪裡 - 就是人際關係出的問題 - 然後別人到我們家 - 就是我就是 - 比如說他這樣很好看 - 然後就說你穿啊你穿啊這樣子 - 然後有一次就是 - 那時候我跟姐姐睡在一個房間 - 然後他就到我們家 - 然後我就有個衣櫃 - 然後就有朋友去說他這樣好看 - 我說你穿啊你穿啊 - 然後就穿走了嘛對不對 - 然後我也不會跟人家要回來 - 然後姐姐有一定問我說 - 欸 我有一個銀色的外套 - 而且還是銀色的 - 我那時候很流行 - 我有一個銀色的外套 - 怎麼不見了 - 然後我就說 - 我不知道啊 - 我說我不知道啊 - 可是我其實心裡知道 - 然後過幾天之後 - 她就拿相本給我看 - 說你幹嘛出去玩呢 - 然後就看到她的朋友 - 都在穿我的衣服 - 都在穿我的衣服 - 我說這不是我的嗎 - 這不是我的嗎 - 好笑耶 - 好生氣 - 然後真的好生氣 - 你覺得我會看你的攝影嗎 - 我懂 - 有一次我記得就是 - 我們在家裡附近有個大馬路 - 然後我們都出去玩 - 那是學生時期 - 然後我們都在附近玩 - 然後我們就在大馬路插身耳膜 - 然後我全身都穿上她的衣服 - 然後她不準我穿的 - 然後我就親眼看到就是 - 她跟她朋友跟她朋友就這樣 - 然後她就這樣 - 死一直這樣 - 瞪你瞪我 - 然後我就這樣 - 一下也冒汗 -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- 我現在就要回家 - 我現在就要回家 - 然後姐姐要發脾 - 可是她不讓你穿的原因是 - 因為她都會弄髒 - 因為我就是那種 - 動作很大 - 然後就是 - 我會去珍惜東西 - 然後很 - 就是很急的一個人 - 所以我就比較不優雅 - 亂七八糟這樣 - 所以我珍惜物品 - 但是我是故意的 - 其實對不起 - 沒關係 - 沒關係 - 這是你的個性 - 因為以前 - 比如說我在家裡 - 我們以前住 - 然後我 - 省下來的食物 - 好像零食 - 然後吃麵包 - 還要省下來 - 還要可憐 - 對 - 然後我記得就是我回來 - 我就會看到只剩一口啦 - 吃了半七八糟的 - 然後我就會說 - 是誰吃我的 - 我的東西 - 然後你就會說 - 喔我吃啦 - 然後 - 可能你會講一下說 - 呃 - 不怎麼樣 - 或什麼之類的 - 就是好像不珍惜 - 可是那時候那個不珍惜 -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飲食障礙 - 所以你抓的東西就吃了 - 對 - 我就是沒有在想 - 因為像我是 - 東西比較隨意型的人 - 這樣子 - 對 - 比如說 - 我就會拿他的口紅啊 - 就是很隨性啦 - 不好意思 - 不好意思 - 沒關係 - 沒關係 - 沒關係 - 可是我一直 - 不會嫉妒她 - 可是我一直很羨慕她 - 她唱歌很好聽 - 可是你唱歌很好聽啊 - 妹妹 - 妳是巫術啦 - 妳想要她的 - 她的那個 - 聲線嗎 - 沒有可是我反而覺得 - 其實姐妹之間會互相的 - 在這一塊我覺得是要突破 - 是因為姐姐覺得我唱很好聽 - 所以她自己在唱這塊就停住 - 嗯 - 天啊我意思嗎 - 像姐姐公公很好 - 那就幫她講 - 我就不想讀書了 - 嗯 -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要 - 去避開 - 因為 - 其實姐姐唱歌很好聽 - 是因為她有這樣的妹妹 - 所以她就會覺得 - 妳永遠都是二 - 對 - 可是其實這不應該要有 - 是我們其實是SHU - 我們也唱歌都很好 - 其實應該一起 - 因為像很多籃球明星 - 哥哥是 - 弟弟也是 - 對 - 應該要主導對方 - 應該就是真的是 - 因為像我覺得 - 妳根本就天生 - 應該當藝人 - 就是網友我覺得妳美帳 - 然後妳完全沒真心 - 是嗎 - Rachel也是啊 - 就這兩位完全沒真心 - 然後長這樣子 - 我就是 - 比較愛漂亮 - 然後因為我真的想當明星 - 對 - 當然很想問我真心的問題 - 我之後也可以回答 - 嗯 - 這下影片太多想跟你們聊 - 好熱喔 - 對 - 那一個人睡就有一個人回答 - 很熱喔 - 好 - OK 那繼續 - 我們大學是什麼系的 - 我是企業管理系 - 我不算大學 - 我是大學 - 我是演藝學校 - 我都是學表演 - 嗯 - 我是 - 行銷 - 喔 - 你是設計行銷 - 銷行銷 - 好 - 覺得三姊妹感情很好 - 曾經有炒過價嗎 - 如何面對處理 - 謝謝 - 我們應該 - 從小到大都沒有 - 沒有吵架 - 沒有吵架 - 我們不吵架的時候 - 我們就會覺得大家就嚇一跳 - 我們每次出去玩 - 我記得以前早期 - 都會覺得說 - 希望我們不要吵架 - 就是這段旅程 - 不吵架是奇蹟 - 對 - 對 - 我們記不記得 - 我們到最後一天 - 好棒 - 我們都沒有吵架 - 然後就破功了 - 對 - 對 - 要不就是你們吵 - 要不就是我們吵 - 換媽媽 - 媽媽加入 - 她跟爸爸吵 - 吵到現在 - 已經覺得說 - 我們有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解決了 - 對 - 而且你年紀大了 - 累了 - 你也沒有那麼多吵架 - 經歷要吵了 - 對 - 而且我們發現 - 我們吵架的原因 - 都是因為情緒 - 而不是真的什麼事情 - 對 - 就不是說 - 喔真的就是你傷害了我 - 什麼什麼這樣子 - 多分都是那個 - 你當天聽你不好 - 然後他講了一個什麼話 - 然後聽了不順耳 - 你可能又回了一個什麼 - 所以你問我們吵什麼 - 就是 I don't know - 就是一個情緒 - 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 - 有情緒的時候 - 我們會互相跟對方講說 - 冷靜 - 對 - 像我就會說 - 我現在有情緒 - 不要離我 - 然後你就會離開我 - 可能就會跟我講別的啊 - 什麼的這樣子 - 嗯 - 對 - 所以我們就每天都在吵啊 - 可是我覺得 - 這是我們的樂趣 - 我有時候覺得說 - 像我們現在就是 - 嗯 - 自己都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 - 嗯 - 當然不是說 - 一定是不太好 - 而就是每一個的心靈 - 是有充實的 - 都 - 都有被愛 - 都有身邊都有一個 - 就是你 - 所以你不會這麼 - 去看到別人 - 對 - 看到別人很幸福的時候 - 不會有覺得很 - 很黑的那個時候 - 對 - 當然是點心大關係 - 對啦 - 因為我們就吵一吵 - 還是會和好 - 所以我們就吵自己 - 就想一下 - 吃個排庫喝個茶 - 這樣子 - 但還是會喔 - 講到Machel - 會喔 - 我其實很多時候 - 是只有 - 只有我 - 妳覺得 - 被我念 - 因為我大姐是比較溫和的人 - 所以我如果跟她有一點這樣子 - 她會立刻溫和下來 - 然後Machel她是 - L.A. Girls -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 - 譬如說這個藍我不喜歡 - 然後妳說 - 對我喜歡綠 - 然後可能就會在這種小事情上面 - 感覺像在吵架 - 或是我們最近在玩抖音 - 然後因為我也在摸索 - 對對對對 - 接下來我就會說 - 喔不行不行 - 待會這個這個在這邊 - 妳就要跳 - 然後或什麼的 - 然後可能我很囉嗦 - 然後她就是有點這樣 - 要深呼吸 - 可是其實我自己 - 是還好 - 我懂我懂 - 是個性 - 我可能當下沒有覺得 - 是在 - 會吵架 - 可是妳事後可能會讓我說 - 喔那天跟你抖音的時候 - 我就快炸掉了 - 然後還是覺得 - 喔原來那天妳有快炸掉了 - 我都想想 - 還蠻常快炸掉的 - 妳都不會快炸掉嗎 - 妳就會離開啊 - 妳咧 - 我想要講一下最好笑的就是 - 有幾次妳生氣 - 妳就走掉 - 對 - 就是離我們走得遠遠的 - 現在就要下車 - 走掉了 - 然後有一次超好笑的就是 - 我們是在國外 - 然後隔一天要一起坐飛機 - 回台灣 - 回台灣 - 在哪一個 - 從深圳回來 - 深圳回來 - 好多個喔 - 還是廣州 - 我忘記了 - 然後我們在那個機場 - 然後看到對方 - 妳還抓住沒看到 - 一個人走得很快這樣子 - 然後我們坐的那個飛機室 - 我記得是我跟你 - 跟媽媽 - 我們三個人坐前面 - 然後妳一個人坐在後面 - 我懂 - 中間不認識的人 - 我就是那種情緒來就是 - 我就出不來欸 - 然後媽媽就一直說 - 寶貝女兒 - 寶貝女兒 - 寶貝女兒來 - 要不要跟媽媽換位置這樣子 - 坐過來 - 就這樣裝作不得是她 - 她好像沒有寶貝女兒 - 因為媽媽生氣的時候也是那種 - 就好像回到台灣之後 - 一個人走得很快就走了這樣 - 在台上一起坐車 - 對 - 然後回到一樣的家 - 只是我們分開坐車回家 - 對 - 對 我覺得下台階真的是很難 - 因為妳已經發了脾氣 - 妳就下不了台階了 - 倔強 - 對 但我現在台階就很短 - 只有一階而已 - 一下就下來了這樣 - 因為台階好長喔 - 呵呵呵 - 所以吵架是很正常的大表 - 只是要記得記得要想一下 - 唉唷 如何隨時都保持這麼美欸 - 謝謝 - 用一句話來形容姊妹 - 又愛又恨 - 又愛又恨 - 喔好解決喔 - 我想一下 - 讓妳成長 - 讓妳多 - 對 - 就讓妳成長 - 讓妳變好 - 喔 - 因為姊妹是鏡子 - 所以當有一個人她開始 - 就是 - 給很多正能量的時候 - 就算一個對方很負能量 - 我覺得這是可以被影響 - 所以像我們三個最近 - 為什麼能量那麼強 - 我們都自己可以感覺到 - 因為我們都在給好的能量 - 不是噁心的那種 - 就是不是那種 - 就是騙人的 - 是 -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- 因為像以前我都不覺得 - 以前覺得很噁心 - 幹嘛跟自己說妳很美 - 幹嘛跟我妹說妳很漂亮 - 原來就是很多餘的 - 可是人真的會因為語言而成長 - 是 - 就是這種東西是很看不到的 - 嗯 - 對 - 所以我覺得要跟 - 沒有姊妹的人 - 也可以跟身邊的人 - 多講好話 - 就是到這個年紀 - 我真的覺得多講好話 - 真的好重要 - 自己講出來都心情好 -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就是 - 會講反話 - 但其實我想講正話 - 對 - 對 - 對 - 很多人會這樣 - 很多人會這樣子 - 其實妳很想要說 - 我愛妳 - 對 - 但妳就會說 - 妳幹嘛這樣子 - 就不知道為什麼 - 對 - 這樣 - 姐妹就是 - 生命中 - 可學生的東西 - 我們是氧氣嗎 - 很喜歡看妳們家的互動 - 很有愛 - 好幾次做夢都會夢到 - 成回妳們的家人 - 好可愛 - 來來來成為我們的家人 - 好 - 那我們再來 - 想到這個成為我們家人 -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做這個品牌 - 做這個SYS - 其實我們的心情應該都很一致 - 就是我 - 我今天還在想 - 就是我們是想要 -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- 很想要跟我們當姐妹 -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理念 - 對 - 像我們常常會有好的東西 - 第一個新消息就會 - 就很想分享給姐妹 - 就很想分享給姐妹 -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做這個東西 - 品牌的時候 - 就是想要 - 把你們當作我們 - 都是姐妹 - 然後我會分享給你們 - 我們喜歡的東西 -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做這個品牌 - 不管這什麼辛苦類 - 都還是很享受 - 對 - 因為就是 - 因為就是分享 - 好好玩 - 對 - 然後所以像你們就會說 - 我都會夢到你 - 然後成為自己的家人 - 我就會覺得 - 就會很想要分享一些東西 - 我們喜歡的東西 - 就我們當然不可能變真正的家人 -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從我們的 - 我們的商品 - 我們在建造的東西 - 可以給你們一點 - 就是相同的感受 - 對啊 - 因為很多人都羨慕說 - 你們有姐妹 - 所以當你沒有姐妹的時候 - 想到我們 - 這個就會是一個 - 這樣子的community - 是一個一起 - 好可愛 - 團結的感覺 - 對 - 就是我們品牌的裡面 -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 - 如果另外一半騙你 - 你會原諒他嗎 - 好跳通的問題 - 可以問 - 就是要看那個騙的東西 - 騙的東西 - 是什麼 - 對 - 如果他就是有吃晚餐 - 但他騙你說 - 我沒吃晚餐 - 我覺得這是要看程度 - 就是他騙你 - 是因為他這個人 - 本來就一直很會騙你 - 然後就是很愛騙人的人 - 還是他只是因為某一種 - 就是他沒有辦法 - 大姐我要幫你開醫 - 因為我想笑的是 - 因為你剛才講的那個很好笑 - 所以我就會想到這個人 - 每天都會騙你 - 說我沒吃的晚餐 - 沒吃 - 我沒洗的澡 - 我沒洗的 - 就很好笑 - 他常常騙你 - 是因為他要去傷害你 - 然後他的慣性 - 是讓你會受到傷害的 - 那當然不行 - 那你當然也不會原諒他 - 對 - 而且他今天騙你 - 他是因為說是善意的 - 就是善意的謊言 - 雖然這裡是不好 - 是 - 但是 - 你可以慢慢導致他 - 你能了解說他內心裡 - 他其實是 - 緊張的 - 為了你好去騙你 - 還是想要上秀上去騙 - 對啊 - 覺得姐姐要開一集 - 真的啊 姐姐你好棒啊 - 因為我覺得很多女生 - 很多這種煩惱 - 然後姐姐在這塊 - 真的做得很好 -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配合度高的女生 - 所以有人對象來追我的時候 - 我就是一股腦的配合 - 姐姐就是那種很知道自己 - 要什麼 - 然後也很冷靜的去觀察身邊的人 - 然後也不judge - 而且姐姐很自愛 - 所以他不會很不輕易的 - 讓別人來傷害他 - 對 他自己的 - 就是對 - 把自己building的很完整 - 對 - 所以我們真的是有一個很好的範例 - 放好 - 對阿 - 真的是真的 - 好 - 吵架時說過最惡毒的話 - 因為我是屬生女 - 好奇 - 好多惡毒的話 -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可以很好笑 - 我好像有對著你說過什麼 - 讓你喔 - 我講過一個很惡毒的話 - 讓他記得很多年 - 就是我說 - 老實講 - 如果今天不是我 - 還有老實講三個字喔 - 三個句 - 我們應該不是朋友 - 因為我們兩個才差得太不一樣 - 可是當我講這個的時候 - 我覺得很正常 - 因為我們兩個真的很不一樣 - 所以我只是 - 跟他實話實說 - 但我覺得這可能有講到他心裡去 - 就會覺得 - 蛤 - 就是 - 就是 - 你到了過一兩年 - 還會拿出來跟我說 - 對 - 因為那時候他講一句話的時候 - 就好像一副就是 - 以前都 - 以前的那些都是 - 好像都是 - 假的 - 對 - 所以那時候他很生氣才講這個話 - 所以他也不真的是這樣子 - 只是說 - 那段時間 - 確實是我憂鬱症很嚴重 - 你是傷害症也很嚴重 - 然後整個人狀態很不好 - 所以 - 他不喜歡我我也可以理解 - 因為我也不是很喜歡我自己 - 對 - 但是當然那句話 - 確實是有傷到我 - 因為 - 自己妹妹講的 - 當然會難過 - 我知道 - 可是 - 都已經過來所以當然 - 當然沒有人會理解 - 只是我理解 - 姐姐也對我講說類似的 - 那我覺得 - 這裡不是不好的話 - 因為 - 本來就不一樣 - 因為你本來 - 我們解釋感情就不一樣 - 然後我們 - 就算不一樣 - 可是還是愛 - 還是還是很 - 然後因為姐妹 - 我們才要互相去理解對方 - 然後就會 - 因為我們可以不用這樣理解的 - 因為正常如果是朋友 - 就是一拍兩拍 - 所以你看我就說 - 對 - 如果今天是朋友的話 - 你就會越走越偏嗎 - 因為也不會解絡了 - 因為也不會解絡了 - 而且我們就是 - 因為是姐妹 - 所以我們在找到 - 就最適合跟對方相處的方式 - 模式 - 然後在這中間 - 我們就又 - 自己也會 - 圈繞很多東西 - 就互相一起 - 脫實的事 - 是 - 所以這就是姐妹 - 這個我講過最惡毒的 - 我講過很多吧 - 因為我在那種 - 發脾氣的時候 - 我都講了一些 - 不知道在講什麼 - 我記得了 - 我記得了 - 我就說 - 你以前有說 - 我像豬 - 肥的像豬一樣 - 我有講過那麼壞的話 - 有 - 因為我講說 - 你這個整形鬼 - 然後你就說 - 你在肥的像豬一樣 - 你以前說我是整形鬼 - 因為你不是人生攻擊 - 好熱喔 - 好不好笑 - 好笑好笑 - 但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兩個 - 講過最惡毒的話 -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個房間 - 拍很多那種 - 就是我們以前的影像 - 拍給大家看 - 好好笑喔 - 我們很難再吵架了 - 對 - 所以比如說像很多人的Story - 會說你們有吵架嗎 - 你們 - 我很難在拍吵架的吵架 - 我可以拍給你們看 - 我們真正一樣 - 你們想想看嗎 - 我覺得應該蠻好看的 - 像我都會這樣 - Fuck you - 然後Rachel就會說 - Fuck you back - 然後很帥 - 試試看試試看 - Fuck you - Fuck you back - 對 我們吵架就是想想 - 然後你就說 - Fuck you, fuck you, fuck you forever - 而且你好像是說 - Fuck you too - 對對對 - 我先說 - 我先說 - Fuck - Fuck you - 然後你說 - 我就說 - Fuck you too - Fuck you too - 然後 - Fuck you 3 -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帥 - 然後你就說 - Fuck you 3 - 姐姐妳講過最惡的嗎 - 好熱喔 - 妳說對妳們兩個嗎 - 應該也有 - 因為姐姐我比較怕就是 - 她是冷處理型的 - 她也不會講什麼惡毒 - 她就也不會動怒 - 她就是在找不靈怒 - 姐姐就把妳的Facebook - 跟妳的閃傳播 - 都拉黑 - 把妳block掉 - 所以妳也找不到她的Facebook - 找不到她的Instagram - 也找不到她的Vacebook - 我很怕 - 我們兩個就說 - 姐姐都把我們秀三光了耶 - 對 - 因為我們有個Family提權 - 五個人就加爸媽 - 然後我們就很容易退出 - 進來退出了 - 然後我們 - 有一段時間真的是 - 喔妳最愛退出了 - 然後有時候退出還沒人發信 - 妳就覺得 - 怎麼沒有人發信我退出了 - 然後她過幾天我們很好 - 她就會說 - 欸妳們C爆了家境數 - 然後有幾次我們姐姐退出 - 我們一直想把姐姐加進來 - 她就一直按取消不要不要 - 對 姐姐就是那種 - 她沒有好她也不會跟你講話 - 她台階確實有一點大 - 可是她不會被你影響 - 她還是可以過她的生活 - 因為像我就是那種 - 她如果不理我 - 我就開始查不思 - 也沒辦法跟正常社交了 - 對 妳就可以去上班 - 然後還會打扮 - 給朋友聚會 - 然後妳好像沒有被影響 - 哪一件事被影響 - 妳會讓自己 - 要講妝那邊很堅強 - 但妳是按自己頭褲這樣 - 看著我們的照片褲 - 是沒有 - 很壞 - 她就跟她 - 很壯 - 她一定會這樣 - 然後她打來說 - 為什麼都不打來給我道歉 - 對 - 我常常說 - 欸好那妳就道歉吧 - 姐姐講打話 - 她說好我原諒妳 - 然後我們還沒道歉 - 可是她一講對話 - 妳就會安心 - 她就是要我們求說 - 姐姐妳幫我Face - 這樣可以打好不好 - 她就說我再看看 - 對 - 我剛剛打給妳 - 妳聞到嗎 - 可是我真的覺得 - 最討厭的 - 最討厭的是 - 常常堂欸 - 我常常看她很生氣 - 因為我常常會覺得說 - 為什麼妳的角色是媽媽 - 但妳會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- 我覺得我們要講媽媽 - 我們下次可以講一整集 - 喔真的嗎 - 我們看一集講媽媽 - 但她要斐人要來嗎 - 不要不要 - 就她 - 讓我知道 - 我們先講她一集 - 然後再讓她來一集辦 - 因為我相信媽媽 - 像妳剛剛那樣講 - 我也理解 - 可是我也會有一種心態 - 因為我也是媽媽 - 我不想要我的小孩去 - 對 - 為什麼我的媽媽不是那樣 - 有什麼秘密嗎 - 為什麼妳們三姐妹 - 這麼漂亮 - 我覺得妳們真的很好 - 我覺得自己不好搭欸 - 整形鬼啊 - 整形鬼啊 - 所以我 - 我是黑豬啊 - 但我真的覺得女生漂亮 - 是發自你真的很快樂 - 是 - 因為我有時候看我自己 - 我都不覺得我漂亮 - 然後真的是網友給我很多的自信 - 而且我覺得你真的就是要找一個 - 跟妳的老公 - 她會讓妳有時間去 - 讓妳照顧妳自己 - 嗯 - 妳就不會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 - 照顧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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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照顧小孩 - 照顧國家 - 照顧很多人 - 她就是沒辦法照顧自己 - 所以我覺得老公會重要 - 嗯 - 互相等待對不對 - 對啊 -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- 就是女生要留時間給她 - 不是女生 - 我覺得人都要留時間給她 - 嗯 - 互相幫忙 - 對 - 只要心裡面開心 - 我覺得外表真的沒有那麼多 - 嗯 - 為什麼很喜歡媽媽 - 我覺得還是要喜歡媽媽 - 哈哈 - 如果可以選擇 - 各自想要排行第幾個 - 一 二 三 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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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妳們哥想當我 - 嗯 - 三 - 我想當三 - 嗯 - 所以可以 - 因為我覺得她出來的時候 - 爸爸媽媽媽年紀比較大一點 - 所以她其實比較自由一點 - 我們兩個生長的那個年代 - 好像還是比較壓抑 - 對 - 所以我們還是腦子有那麼多標籤 - 我覺得她的標籤比我少很多 - 但妳還是有妳的標籤 - 妳有妳的壓力 - 像我有一個朋友 - 丹丹她有說 - 我超羨慕Rachel的 - 我就跟丹丹說 - 我覺得Rachel也有Rachel的壓力 - 嗯 - 可是如果問我排名 - 我覺得老三真的比較幸福 - 嗯 - 可是有一些老三很辛苦 - 因為她就要把所有事都扛在身上 - 對啊 - 因為我們有注意到很多老妖 - 就老五或老四都要在家裡中的爸爸 - 然後老大就可以先嫁人 - 對 - 就是比較幸福的可以先找到另外一半 - 或是比較早出家門 - 嗯 - 講得好像爸媽是累贅一樣 - 呵呵呵 - 但是就是不會想到老大欸 - 嗯 - 怎麼會考驗呢 - 現在看應該會覺得喜歡 - 以前確實是很幸福 - 而且老三有一個好處就是 - 我記得我以前那時候 - 年輕的時候 - 他們兩個都會對著我說 - 沒關心你以後就 - 嗯 - 過得快開心心的 - 我來養你 - 喔對 - 那時候我還沒有嫁人 - 或是沒女朋友 - 其實我一直覺得 - 就是有一些小妹妹 - 感覺真的很好 - 嗯 - 就是 - 你有一個想照顧的感受 - 就是其實你不要跟她吵架 - 所以我會管啊 - 但是我會就是覺得好可愛 - 然後想照顧她 - 疼心啊 - 而且她也不會穿你的衣服 - 就是那個小時候吧 - 嗯 - 對 - 但是現在長大 - 都不一樣啊 - 我其實也不太會跟你們鬥嘴 - 小時候 - 加到水就倒水 - 對 - 只要按腳就按腳 - 我就堆在那邊哭 - 好可憐喔 - 你記得嗎 - 有一次那個 - 我們要準備去泰水 - 所以現在如果有一個子母畫面 - 這邊我們是灰姑娘的姐姐 - 然後妳是灰姑娘 - 對 - 她是欸 - 然後我可能大肆地跟我的朋友 - 所以妳的朋友現在如果還有聯絡的 - 她們都會覺得妳跟姐妹越來越好 - 對 - 就是這種是無形的 - 對 - 因為像我也有朋友 - 我們還有聯絡 - 像我們有丹丹丹 - 但他也是從我們 - 很不好到現在 - 很好 - 很一路跟我們過來 - 對 - 所以那個變化是 - 很微妙的耶 - 很微妙的耶 - 很特別 - 希望我們40歲的時候已經 - 昇華了 - 對 - 已經對 - 更昇華這樣子 - 對啊 - 好啦 - 今天看姐妹Q&A - 是我們第一次三姐妹跟大家一起 - 然後我們以後會常常這樣子的東西 - 因為知道大家其實在家裡 - 也都在隔離嘛 - 大概都 - 反正我們想多拍電影給大家分享 - 對啊 - 如果喜歡這一類的話 - 我到大姐 - 大姐都會想看大姐 - 所以我就一定把她拐出來 - 對 - 反正我們三個人每天都在一起 - 應該是你們兩個想看吧 - 不會耶 - 我覺得大家都還蠻愛看那種瞎聊 - 因為我們住在家聊 - 對 - 不會有太多判斷 - OK - 對啊 - 愛你愛你愛你 - 愛你愛你 - 拜拜 - 拜拜